好 我們接下來要上的東西是有關於電壓 電壓是推動電流的原動力 一個電器必須要有個適當的電壓 讓它推動電流 然後它才會正常的運作 如果你的推動力太大 電壓太大 電流太高 電流熱效應太強 東西就容易燒掉 如果你的電壓太小 就推不動 它就不太會運作 運作非常慢 所以要有個適當的電壓 每個國家發電廠發券出來的電壓 它額定電壓就是不一樣的 有它固定的電壓 所以買東西的時候你要注意 你的那個電壓是不是適當的 現在因為國際交通比較方便 有些問題就不太是問題 在以前的年代有人會買個東西 比如說帶到香港去 哇好亮喔 碰燒掉 或者是從日本港元運回來 插上去不太會動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電壓跟我們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那這個照片上的這個電器呢 它可以選擇你只要用100億還是用220 所以都可以用 但是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現在國際交通非常的發達 所以現在你的身上的電器 幾乎大部分都是100伏特到240伏特 通通可以用 也就是說 你到任何國家都OK 都可以用 不會出問題 只有那個插頭的形狀有問題 那個插頭上你插不進去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基本上電壓沒有問題 那是因為現在國際交通很方便的關係 好 這裡就是一些電壓 你也不用管它 就是世界各國的電壓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然後呢 那你的東西你要拿過去看一下 上面的標示 當我講的標示 它是不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就OK 不可以用不對聽 你就要注意 它是這個電壓太大還是太小 它的電壓太大就容易燒掉 它的電壓太小你就不會動 你不會動 OK 所以我們就有個電器有個標示 這個就是框框框的也是它的標示 AC就代表是交流電 後面會交要110伏特 這個交流電的頻率是60Hz 然後就會有1000瓦 電器上都應該要有這個標示 顯示它應該要如何的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的時候 它消耗的功率會有多大 所以看到這個標示之後 你就要學會幾件事情 你一看到標示 你就要曉得 怎麼樣正常使用 要接在110伏特上面 AC是接在110伏特的交流電上面 第二 電阻多少 電阻有多少 這個東西的電阻有多大 第三個 正常使用的時候 電流有多強 正常使用的時候 電流有多強 最後一個 暫時還沒有交到 就是以後一看到標示 你就知道它一個小時耗幾度電 幾度電後面才會交 後面就要學會這件事情 OK? 好 剛剛跟你講說 看到標示 就要知道算電阻 題目是給電壓 給功率 你用什麼公式算電阻 你用什麼公式算電阻 題目給電壓 給功率 什麼公式可以算電阻 十三 請坐 好 剛剛跟你講說 正常使用 接在那110伏特上面 正常使用 怎麼樣求電流 這個 有電壓 有功率 什麼公式可以讓我算電流 哪一個公式可以讓我算電流 有帥哥拿嗎 有 三三 我沒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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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接220 我去接55 然後問你功率有多少 從A到B的時候 要掌握不變 找到相等 A到B誰不會變 內電阻不變 內電阻不變 所以就算不正常使用 功率還是 對不起 不是功率 電阻還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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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我們問問講過了 家庭電器一般都什麼臉 病臉 為什麼病臉 為什麼用病臉 為什麼用病臉 三十 好 請坐 這就是參考書告訴你的答案 這是參考書告訴你的答案 病臉才不會 一個壞掉 全部都壞掉 你串臉的話 你家的電燈壞掉了 病臉也不能用 電視機也掛了 要病臉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參考書告訴你的答案 這個說法基本上對 病臉不會發生這種事 但那不是真的原因 那不是真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了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額定電壓 說我這裡出來是110伏特 所以在我們國家做的東西 做出來就是要適合多少 適合110伏特 表示你插頭套上去 我就是要有110伏特 然後我才會正常使用 請問你 你今天買電視 明天擺冰箱 後天再買洗衣機 所有它的倉序 如何能夠保證 大優是110 病臉 病臉 病臉才能保證 大家的電壓都是一樣 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病臉才能夠保證 你用到的電壓都是一樣 這是真正的原因 然後參考書就寫了 你就看一看就好 這是事實 但是那不是真的原因 真的原因是要你 要如此做 你才能夠享受到 你所需要的電壓 就是為什麼家庭電器要併你的原因 這就是跟各位談一下 有關於電器的標誌 剛剛告訴你 你要會算 要會算電阻 要會算電流 公司也提醒過你了 這就是我們這段內容 OK